大家好,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。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,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。 创作不易,感谢大家支持。 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, 在很多人眼里对它有着不同的看法。 由于它并非由汉人统治, 所以在部分的汉人眼中, 有着满清误我中华三百年的说法。 更何况,清朝末期的确是一副病奄奄的丑态, 任谁都不会喜欢吧? 还签订了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, 简直就是中国之耻。 从史实上来说, 和满清同时期的西方, 已经开展了工业革命, 并且迎来资本主义改革浪潮。 封建主义被资本主义吊打, 是必然趋势没有误不误的说法。 从清朝鼎盛时期来说, 康乾盛世, 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鼎盛时期。 经济发展, 人口翻倍增长, 军事力量强大, 文化艺术有了新的发展。 还有, 清朝之前, 中国没有如此长时间掌握新疆和西藏。 就算, 在晚清什么都不行的情况下, 还是出了左宗堂这样的民族英雄。 最后, 清朝的每一任皇帝虽然性格不同, 但是都十分寝正, 包括作天作地大作死的慈禧, 也没有荒废政务, 成日享乐过。 当然, 秦政和明君没有必然因果关系, 清朝的明君只有前妻的五个半, 乾隆算半个。 所以, 直接用满清误我中华三百年, 是很不客观的, 完全否定了清朝积极的一面, 是有时偏颇的。 那么, 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? 其实, 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思路, 将清朝和明朝对比一下。 上面说了, 清朝每个皇帝都很秦政, 但是, 并不是秦政就是好皇帝。 比如, 崇祯皇帝就很秦政, 秦政到要吐了, 还是成了亡了国。 王莽也秦政啊, 也没见人夸他。 从前, 是对清朝的追捧, 和对明朝的践踏。 你看, 电视剧里的风流乾隆, 爱民康熙, 被吹捧得不行。 而在我小时候, 提到明朝的时候, 只有宦官专政, 皇帝不是暴政, 就是贪婪, 这种印象。 现在倒好, 反过来了, 明朝皇帝都成了一边玩, 一边操控宦官, 和文官平衡的政治天才。 清朝皇帝, 成了双耳不闻国外使, 官上门自大的傻子。 做皇帝确实是个技术活, 而明朝皇帝之所以相对舒坦, 因为老朱家得天下没人说, 明朝的内阁制度的确先进, 很接近于君主立宪制。 而清朝的皇帝, 说白了, 就是我不信, 我不听, 我怕你们害我。 因为一族身份, 他们本身就比较敏感, 生怕大权跑落, 也怕有一个更强的外族代替他们。 这种高度集权, 高度防卫, 全面封锁的政治思想, 一直继承下去。 什么都要自己上手管, 不情政都不行。 清朝是典型的家天下, 而明朝的几个皇帝。 你们文官吵吧, 我看着, 给我个结论就好。 怎么说呢? 其实斗曲曲, 做木匠, 修仙, 好色什么的, 也没有什么错。 要知道, 明皇宫的制度就是这样, 从来不可能像乾隆那般,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江南之行。 皇帝想要出门, 还要看文官的脸色, 找一万个理由出来。 又空闲又无聊的皇帝, 琢磨出几个兴趣爱好, 也很正常。 只要不搞奶妈, 这种伤风败俗的, 其实都不是什么大污点。 总之, 两个朝代都有明君和昏君。 昏君肯定是误国的, 但是上升到误几百年, 就太夸张了。 几百年多漫长啊, 新中国成立才七十周年, 朝代的更替是历史必然, 有多方面的因素。 崇祯皇帝是个可怜的皇帝, 所以努尔哈赤就是罪过的吗? 明朝是汉人建立的, 所以他们的昏君就不误国。 满人的清朝就是得位不正, 最后被吊打, 就是因为当年不应该抢夺天下, 这上帝视角站得好啊, 希望大家都能穿越过去当皇帝, 改变一下中国的历史进程。 明朝的文化氛围是远远好于清朝的, 甚至可以说是在鼓励文化多样性的发展。 明朝除了王阳明这样的大家不是偶然, 而是时代和个人的精彩碰撞。 清朝这么多人, 难道没有一个思想力度敌过王阳明的人吗? 但他们没有生根发芽的土壤, 只能一辈子喊万岁万岁, 万万岁。 明朝的文官以骂皇帝为潮流, 一人开骂全家光荣, 死了都要骂, 抬着棺材骂, 点心如海锐。 反观清朝, 张廷玉作为三朝老臣, 玲珑剔透, 为三代皇帝尽忠, 却因为身为汉臣, 最后落得个被小乾隆羞辱致死的下场。 如果张廷玉生在明朝, 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张居正? 说不准, 但绝对不会在晚年唯唯诺诺活得这么悲凉。 明朝的思想文化大爆发, 诞生了诸如王阳明, 顾延武, 黄宗熙这般大佬, 而后清朝一潭死水, 臭了三百年, 迎来了民国时期的文化大爆炸。 所以, 清朝在文化思想这方面, 绝对是很烂的, 小气又敏感。 怕人说, 结果惹了一身黑。 不过说悟中华三百年也不至于, 大清灭亡, 中国的文人重新站上舞台, 一下子涌出一大批, 像是要把这三百年欠下的都补回来一样。 这就是中国文人的精神, 从来没有因为剪个辫子而丢下, 最大的污点, 人权。 满清觉得自己是一族对汉人极端控制欲望, 出于对自己文化的不自信和心虚感。 扬州十日, 家定三图, 准戈尔灭族之类, 还有文字欲, 包括后来的闭关锁国政策。 在我看来, 清朝开国的前纪委皇帝, 坐在紫荆城里都是战战兢兢如盲在背。 在这一点上, 满清绝对是误了中华文明的发展, 因为他们消灭的人群之中, 有极大一部分是可能会推动历史进程的文人才子, 大量的能工巧匠, 太多的各行各业的精英。 这场灭绝之后, 人们不敢轻易著书立说, 很多中国传统的记忆失传, 大量有价值的文献被毁于一旦。 但相对于五湖乱华和辽金元的一族入侵, 清朝的手段已经算是相对温和的了。 这个污点在谈及清朝时的确不可避免, 另外还有的便是清朝最后几位皇帝的窝囊卖国, 这个也不能否认。 但如果不是满清掌权, 而是一个汉族集团掌权天下, 并且延续了明朝开明的文化制度, 中国有可能进行另一场光荣革命, 顺利过渡到资本主义国家吗? 还真不一定。 还有, 支持清朝的一方说出的理由也确实让人无法反驳, 那就是, 如果没有清朝, 中国不会有现在这么大的国土面积。 是啊, 就算是清末时, 割地赔款让出了很多领土, 那也有清朝打拼的功劳啊, 若是本来领土就更小, 如今的中国不就更小了吧? 对此不少网友也说出了自己的质疑, 汉唐版图也很大, 不能说清朝奠定中国版图, 其实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。 清朝和近代相接, 而汉唐已是千年前的事情, 自然不可同日而语。 你只听过反清复明, 可曾听过反清复唐? 就是这个道理, 汉唐之后所失的土地, 显然与清没有关系。 清朝的功过自在人心, 没必要一杆子打死。 虽然小编也更喜欢明朝, 但也不能全盘否认清朝对中国的贡献。 所以说, 勿国三百年一说太傻了, 封建社会都一样, 剥削两字都是刀, 两朝各有各的好, 各有各的无奈, 各有各的侧重点, 各有各的小九九, 各有各的阴暗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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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